日本大卫王女性高桥之城高桥玉日前过世,享年30岁,她生前曾透露有厌世症的问题,在社群网站中可看到其报售的照片,噩耗曝光令许多粉丝不舍。 双核医院精神科表示,厌食症者在体重变轻的过程中,容易感到体力衰竭并列出六景时症状,包括体重低于标准80%,电解质不平衡,心脏功能不正常,每天暴时催吐,体温过低或湿水严重及严重忧郁等,只要出现其中一项就要立刻住院治疗。 根据卫福部双核医院精神科卫教资料显示,厌食症患者会对身体形象有知觉错误,一直认为身材过胖而非常少量进食,过度运动,导致体重过轻,其可分成两种类型,一为节制性厌食症,另一则是暴时或清除型厌食症。 至于好发族群,双核医院精神科指出,患者大部分鉴于年轻女性,由于体重过轻, 常合并许多身体及情绪、行为问题。提醒只要出现一下任何一种症状时, 蓄力科住院治疗 1.体重低于标准80% 2.电解质、血甲、钠、氯等不平衡 口腹药物无法矫制 3.身体检查和心电图显示心脏功能不正常 严重心律不整 4.每天暴时催吐或无节肢使用泄剂 5.体温过低或湿水严重 6.有自伤行为、严重忧郁及精神失常 双核医院精神科说明厌食症的住院治疗 有两个重要方向 最主要是恢复健康体重和建立正确的饮食习惯 再者是针对怕胖心态给予认知行为治疗 双核医院精神科表示治疗饮食障碍 需要综合性的营养复健和行为治疗计划 跟养赖跨领域的专业人员通力合作 包含精神科医师与心理师提供药物治疗 认知行为与心理治疗 营养师调整患者进食热量和内容的规划 协助患者和家属知道如何选择食物和正确饮食 社工人员则透过与家庭、学校之间的互动 提供家属一些照顾患者和亲子沟通技巧的原则等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